总统蔡英文8月底宣布 将放宽美牛美猪进口限制 事隔一个多月 美国贸易代表属人 为就台美能否展开贸易谈判 做出回应 对此驻美代表肖美琴表示 持续与美方沟通 我想这个我们持续的在沟通 包含国内的不同的声音 那包含我们在落实的方式 各种的执行面都持续的 在跟美方做沟通 至于外传美国将提供台湾七项军售 萧美琴表示媒体报道有落差 一切等美方做相关通知后 会再对外说明 派已重申台湾依据国防实际需求 及整体军事投资 向美方提出各项需求 目前持续与美方依照进度与步骤进行中 另外今年由于疫情关系 大华府地区禁止大型集会 代表处不办双十国庆酒会 该以赠送国庆主题设计的防疫包 给美国各界友人 里头除了有干洗手外 还有国庆专属口罩与布口罩 预计送出赏钱份 特别制作的 所以上面写 给美国庆主题计判出赏钱份 给美国庆主题计判出赏钱份 给美国庆主题计判出赏钱份